大家好,我是阿凯 今天很高興啊 今年在年底的時候 又完成了另外一盞燈 CASE-1015 它的原型是由PREMIUS的1015的造型 來做一些些微的修改跟優化 這個造型的燈也是一個我非常喜歡的一盞燈 美麗大方 大器擺在桌上 我相信很難有人可以跟你撞燈 當然我現在燈做出來了 很難說不一定不保證不一定會撞燈 但是我只能保證 如果你在露營區撞燈的時候 一定那一位燈友你一定可以跟他成為好朋友 因為你們一定有共同的嗜好 我相信大部分的燈友收到燈應該都知道怎麼組裝 但是我相信應該還是有些剛入門的新朋友 並不清楚這個燈怎麼組裝 那我們今天就來教大家怎麼去組裝這盞燈吧 如果你們有訂購的話應該你們會收到兩個箱子 一個箱子這個是裝燈跟零件的 這個是裝的玻璃跟托盤 我們由這個箱子來看 可以知道這個燈 體積是非常的大 攜帶不是說非常的容易 但是相信我這已經比過去簡單多了 那我們現在廢話不多說我們開始組裝吧 好 我們現在從紙箱裡面把所有零件都拿出來了 我們首先可以看到 我會有一個油壺 控油閥 油管 柱子 含木屏 我會有一個酒精罐 玻璃 玻璃 燃燒器 燃燒器的這個底下這一根小管子 一樣在盒子裡面請大家找一下 還會有一個托盤 那怎麼組裝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 我們首先 把油壺拿出來 中柱 中柱在上面這邊有一個小環 小環你先把它轉到最高的位置 好 最高的位置就是最往這邊的位置 好之後 放下去 找好洞口 手進去 用手鎖緊 好 那這時候啊 木把會是鬆的 不要緊張 那我們現在再把中間這一個 修飾環啊 把它往下壓 它可以讓你來固定這個木把 好了 那稍微鑽緊就好了 這時候木把就不會晃動了 那接下來 換上這個控油閥 這個控油閥跟一般的控油閥的樣子 比較不一樣 這是為了這個燈芯開發的 它這個控油閥上面這邊有螺壓 方便 目的就是方便等一下我們來鎖托盤用的 我們把他鎖上去 一樣用手鎖緊就好 好托盤 這個就可以鎖上我們剛剛講的螺壓的部份 好 OK 那油管 用手鎖緊 燃燒器 燃燒器當然如果你要點燈的話 可能要先綁個燈蕊 那關於怎麼綁燈蕊的話 可以查一下我其他的影片 應該都有很詳細的介紹 好我們現在先把它放上去 如果你把好燈蕊就這樣擺上去就好了 再把玻璃放上去 這樣就完成了 簡單吧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點燈 2015我們也是使用用預熱槽的方式來做點燈 那唯一一個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記得預熱的時候請含玻璃一起預熱 如果沒有這樣子做的話 你先預熱完再把玻璃放上去 那可能會 因為溫差過大的關係 玻璃容易破裂 你會點火 預熱一樣是兩分鐘 不要急 那如果你現在戶外的時候 這樣冬天如果到了 那氣溫更低又有下雨的話 那更要更久一點 要有耐心 好我們計時兩分鐘吧 好差不多了 手緊 輕輕的加壓 很明顯聽到爆爆聲音 好了 這樣就完成了 那因為我們現在是在室內點 那你如果今天是在室外的話 因為這畢竟是 以前是一個室內燈的設計 因為它並沒有太多的 一個房東的一個機構 那所以在戶外點 如果風大的時候 難免它的一個 一些閃爍問題可能會比較嚴重 這也是無法避免的 那這只能請大家多多包涵 那今天就先這樣子 掰掰 然後我們在室外面 請多多多重 我們現在是在室外面 要不要讓我 那些人 就在室外面 打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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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鱈